小朋友們好 今天我們來學習畫一幅小鴨子的卡通採纖畫 今天我們需要用到的是 灰博家的水溶性採纖筆 我們先把今天需要用到的顏色先選出來 排列好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畫了 我們今天要畫的小鴨子身體主體的部分是黃色 所以我們就先用黃色的彩纖筆 來畫一個淺淺的底色 我們先用黃色來拍線 拍出一層淺淺的底色 我們畫彩纖畫是需要很有耐心的 因為它的線條很細 所以我們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慢慢的排線出色 我們畫彩纖畫也不能著急 要慢慢的有淺到深的上顏色 我們給小鴨子鋪好黃色的底色以後 再用橙色的彩纖筆來補第二層顏色 小鴨子的頭部還有身體都是橙黃橙黃的顏色 我們需要慢慢的去鋪色 慢慢的把顏色加深 同樣的彩纖筆 同樣的彩纖筆我們需要多次重複的上色 同一個顏色我們都是需要多次重複的使用 我們再用黃色的彩纖筆去鋪第二次顏色 我們可以看到顏色已經慢慢的加深了 第二次上顏色 顏色就比較明顯了 然後我們接著繼續用橙色來加深 我們多次的使用橙色來加深它的彩纖的部分 我們用橙色來加深鴨子身體的顏色 接著我們用橙色來加深鴨子的陰影的部分 我們不斷的加深它的顏色 使得鴨子看上去更加立體 我們用橙色的彩纖筆去加深陰影的部分 我們用橙色的彩纖筆去加深陰影的部分 不斷的用橙色的彩纖筆去修飾陰影的部分 不斷的用橙色的彩纖筆去修飾陰影的部分 接著我們再用黃色的彩纖筆去修飾一下顏色的頭部 還有身體的部分 多次的用彩纖筆去修飾一下顏色 然後我們再用橙色的彩纖筆去加深一下鴨子嘴巴的顏色 我們取出粉紅色的彩纖筆來畫出鴨子腮紅的部分 接著我們再給鴨子的裙子塗上一層淺淺的粉紅色 上完粉紅色以後我們再取出眉紅色 來加深一下鴨子的腮紅 來加深一下鴨子的腮紅 還有裙子的陰影的部位 同樣的也是排出淺淺的顏色 我們再用粉紅色來上第二次顏色 然後再用眉紅色來加深一下陰影的部位 我們再次拿出橙色的彩纖筆來加深一下鴨子嘴巴的部位 接著我們拿出紫色的彩纖筆來給鴨子的靴子平鋪上一層淺淺的顏色 每次的鴨色 每次的鴨色排線都是要淺淺的上 慢慢的把排線平鋪的均勻 慢慢的調和一下顏色 鋪色達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我們不斷的重複上顏色 慢慢的把顏色給加深 我們排線要比較細膩一些 我們拿出棕色的彩纖筆 再加深一下鴨子需要陰影的部位 再用粉紅色來加深一下腮紅 就這樣鴨子的顏色我們就上好了 我們也可以拿出橡皮擦 來擦出一些多餘的顏色 我們用橡皮擦來擦出一些 鴨子高光的部位 我們不斷的擦出鴨子高光的部位 這樣鴨子看上去就更加的立體了 如果有橡皮擦 擦出不到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用白色的彩纖筆 來慢慢的修飾一下哦 我們用白色的彩纖筆 來修出一些鴨子的高光 到這裡鴨子我們就畫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用到的是水溶性的彩纖筆 所以我們給你們也展示一下用水溶的效果 我們用乾淨的清水還有畫筆刷 就可以輕鬆的把彩纖筆的顏色給溶掉了 彩纖筆的顏色用水溶掉之後就是像水彩畫的效果 我們用水把顏色溶掉之後 顏色會加深哦 水溶掉彩纖筆的彩纖筆之後 水溶掉彩纖筆的彩纖筆之後 就看不到一條一條的線筆了 我們用水點在顏色上面 就可以輕鬆畫出水彩畫的效果 喜歡畫水彩畫的小朋友們也可以試試這一種畫法唷 先用彩纖筆來畫好顏色之後 再用水來畫 這樣顏色的深淺也比較好 好把握 顏色深淺都可以更好的控制哦 畫好鴨子後 我們還要記得找出它的好朋友小老鼠 我們把小老鼠的貼紙 拿出來貼到小鴨子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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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一起愉快地跳舞了 貼好小老鼠以後 我們還要找出新型 我們要把新型貼到小鴨子 還有小老鼠的上面 這樣看起來畫面更加豐富 看起來是不是很有愛呢 好了 今天我們的作品就完成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小朋友 也可以試試用水溶性的彩纖筆來做做畫哦 加一點水就可以做成水彩畫的效果 喜歡的小朋友們也趕緊畫來試試看哦